今天要说的这位明星就厉害了 他出道至今只客串过一部电影 参加过一档踪迹 不愧是否戏青年 知道是谁吗 在娱乐圈中有很多的明星 而不参加综艺节目的明星又不少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猜到是哪位明星呢 其实这位明星就是许松 许松唱过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 大家也都非常喜欢听许松的歌 但是许松是一位佛系青年 喜欢追求那种平和淡然的生活方式 所以这样的人也称为佛系青年 许松从出道至今基本上除了唱歌 没有出演过任何一部影视剧 只是在2012年的时候客串的电影跑出一片天 在这部电影客串的角色是夜跑比赛颁奖嘉宾 这也是唯一一部出现 在影视剧中的角色 连一个角色名字都没有 再就是参加的一档综艺 就是在2017年的天生是由我 甚至将台播出的一档 励志梦想的真人秀节目了 许松除了这档综艺 就没参加过综艺了 可算是只追求自己梦想 一心想要创造歌曲的明星了 有的网友在看到这样的许松后 表示不愧是佛系青年啊 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在第一位上的 其他的什么名气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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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